歡迎戲劇提供 賈靜雯 紫色禮服開大 VE胸前是保石項鍊 賈靜雯兼具性感優雅出席時尚活動 另一位楊佑寧一襲黑色高領西裝配胸針 兩人登場 戲場十足 沒想到賈靜雯女兒 梧桐妹 近期也應穿搭受關注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這樣打扮 她為什麼可以這樣打扮 所以我今天穿的有沒有 會跟女兒比較 就是因為十七歲的梧桐妹 最近打扮越來越辣 社群活辣罩不吝嗇 展現身材 還穿七萬襪 對鏡頭吐舌頭 我覺得OK 我覺得年輕嘛 年輕大家都會有自己 想要show off的地方 讓他們知道這個世界 其實是非常大 非常美好的 有不同的面向 我覺得只要他們年輕 開心 健康 快樂就好 所以我會不會擔心之後 有一天孩子長大 五歲之前都還是可以穿比基尼 不會特別奉勸梧桐妹 反倒修傑凱插手 卻反被嗆要擬管 讓賈靜雯笑說丈夫比較像教官 楊佑妮則說遇到類似狀況 可能只會碎孽 另外也彈起金鐘獎當天插曲 雙料入圍男主角的他 不只自己施下化妝師給的梅子 也分給其他七位男演員 臉書笑說害大家全都共骨 那時候我一直分給旁邊的人 然後吃 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突然就有人說 那個 忘沒吃 我直接 真的我在現場 就跟大家道歉 我說不好意思 剛才都分給你們吃了 真的不好意思 然後就馬上轉頭 跟我的那個化妝師說 下次帶粽子 不要帶梅子 楊佑妮幽默自嘲 一旁的賈靜雯 也說對方這麼優秀 每一年肯定都會入圍 TVBS新聞綜合報導